來賓上節目 結果突然來了一名稀客 那我們就直接來問他本人好不好 哎呀 哎哎哎 這個 哎 拿鐵 拿鐵 他本人來到我們現場 老鷹拿鐵就降落在來賓手上 但怎麼會有猛情跑進攝影棚呢 因為鮑娥轉鷹一周年了 所以我們也邀請到鷹本人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共襄盛舉 反正就 老鷹會不會變歌詞 對 會嗎 拿鐵 應該是不是 原來是有新節目開張啦 國際財經的全方位談話性節目 以後錄影討論的是 美國FED聯準會的鷹派言論 導致市場劇烈動盪升息 經過一年鷹派會不會繼續升空 又或是轉為歌派 主持人黃斐瑜和來賓共同暢談 只是大家目光不時被老鷹吸引 也讓黃斐瑜好想試試看 我覺得很帥 我很喜歡老鷹 對 我很想摸摸他 很好摸 很好摸 難得有老鷹出現在攝影棚 好稀奇 也希望可以吸住觀眾眼球 新節目新氣象 透過專業分析 期盼帶給大家更多 更精準的財經資訊 TBS新聞 我們張明如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